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古装女神林青霞在台湾的白鹅山半山豪宅凌晨零点突然失火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座占地4645平方米的三层豪宅 是丈夫送给林青霞的60岁生日以及20周年的礼物 如今的价值已经飙升到了11亿港元 好在大火发生时 林青霞并不在豪宅内 通过有人信息回应都好谢谢关心 看来这栋豪宅失火对林青霞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只可惜了这一山傍水的半山豪宅经历了一场燃烧了五个小时的大火 内部应该也是所剩无几了 林青霞在此之后只有都好谢谢关心六个字简短回应 不过从他的情况来看 心情并未受到火灾事故的影响 近日在火灾发生一个多月后 林青霞首次接受了采访 谈到了这次家中受损的情况 朋友担心林青霞的珠宝衣物和书籍有没有损失 而他最关心的是其他物品 当大火被扑灭后 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墙上挂的书法作品 枪进酒是否完好 当秘书告知女神 枪进酒这一边没问题 墙的另外一边都烧毁了 林青霞透露自己房间没有受到火灾影响 包括画作书籍和衣服都没问题 这栋豪宅的价值多少 有媒体报道是11亿 装修还花费了6亿 2019年林青霞老公曾找人估值过 当时市值15.7亿港币 大约13.3亿人民币 当时装修花了2亿港币 豪宅中的家具等承设市值达到了400万港币 林青霞和老公的物业除了2000尺公寓 和这次失火的大宅外 还有一栋在2010年以2.5亿港币购入的豪宅 12年都没有入住过 连装修也没改动 可以说是被荒废超过了12年 从这些都可以看出 家中住所太多住不过来了 这次火灾的地方 是在飞蛾山安达城到9号11号的房屋 林青霞和老公住的地方 是在飞蛾山到8号 是在1988年以785万港币购入 目前是值在8到10亿港币之间 所以这次的火灾对于身家百亿的家族而言 并不是大事 而火灾事件没过多久 台湾媒体再次放大招 爆出一桩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 那就是林青霞与老公行李员正式离婚 虽说是小道消息 但是从媒体的口径爆出来 总得追根究底 寻根溯源 所以用台湾媒体耸人听闻的 故事性口吻来说就是 在影视圈一场私人聚会当中 一众大咖不知怎的聊啊聊 就聊到了林青霞 原以为一说到林青霞 大家都会赞叹她的芳华绝代 回味她的东方不败 想不到习中某位A咖女明星 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突然神秘兮兮的脱口而出 她早就离婚了 还拿了20亿港元赡养费呢 乍一听这条爆料 也许很多人都会惊掉了下巴 但是这条消息对于 混迹娱乐圈多年的我来说 却是见怪不鲜 皆因林青霞和行李员婚变的消息 早就在2016年的时候 通过香港媒体的口径传过一回 虽然当时并没有具体到 20亿赡养费这个数字 但是两次婚变传闻 都涉及到一个 颇有知音体味道的原因 原来林青霞和行李员结婚以后 连生了两个女儿 邢爱玲和邢言爱后就别无所出 而行李员自己和前妻张天爱 本身也有一位女儿行家欠 也就是说 行价有三千斤 却唯独没有能够继承大统的儿子 所以身价值达300亿台币 名列全球500名富豪之一的行李员 就出于生儿子的目的 保养了一位上海妹子 而上海妹子也很争气 一下子就帮行李员生下了瓷孤丁 这样一来 性格刚烈的林青霞 自然是老羞成怒 他干脆就化身宁未玉岁 不畏瓦全的东方不败 拍案而起 挥会见 斩情思 不惜在67岁高龄结束 24年的婚姻 实行消消洒洒地走 不问以后 也许从世俗眼光看来 生不出儿子 的确是豪门婚姻的最大杀手 谁叫富豪们都有皇位要继承呢 但是我始终觉得 行李员取林青霞的初衷 从来都不是为了生儿育女 继承大统 而是出于真正的爱 所以找小三生儿子 肯定不是两人婚姻破裂的源头和导火线 仅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那么到底两人的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出现问题的呢 我们可以在近几年两夫妻的同框频率当中 看到一点蛛丝马迹 在两人刚结婚的时候 的确爱得很高调 很浓烈 很痴产 行李员也很庆幸 自己拥有几生修来的福气 取得林青霞这位芳华绝代的大美人 她对林青霞的感情是充满着崇拜 痴迷和倾慕 这一切都能从她为一对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读出 大女行爱林就是行李员爱林青霞的最直接表白 小女儿行眼矮也充满着仍然爱着你的浓情蜜意 原本在一对女儿小时候 林青霞行李员和行先生与前妻的女儿一家五口还是其乐融融 为了照顾家庭而吸引的林青霞也隔三差五 就发一些幸福家庭照给媒体当通告 然而就在2012年的时候 坊间就开始浮现出一些林青霞婚姻亮红灯的传闻 当时为了打破谣言 行先生干脆就大笔一挥 在2014年送了林青霞一座价值上亿的豪宅 当作他60岁大寿和结婚20周年纪念 当时香港媒体曾经争心恐后地大肆报道这座豪宅的内部 他的面积惊人 相当于20套100方的小三房 顶层还配备小公园和网球场 堪比古代皇帝住的行宫 行先生这个宠妻壮举一出 立刻就令到所有谣言销声匿迹 现在看回头 也许当时两人之间的确出现了感情裂痕 而行先生的确开始存有一心 所以他出于愧疚之心 也为了安福老婆 特意用行宫来赴金请罪 然而赴金请罪纵然取得了一时的原谅 也拔不走心中的那根刺 所以打造行宫的新闻几乎是林青霞与行李员最后一次秀恩爱 在此之后媒体再也拍不到夫妻同框的照片了 取而代之的是像女人立嫁那样定时出现的婚变风声 而在此期间林青霞也没闲着被曝光当街亲吻西服帅哥的画面 当天林青霞是和闺蜜逛街选购饰品 两人的穿着打扮看起来都很随意 在林青霞与闺蜜选购商品的同时 从大门走进一位穿着白色衬衫的高大帅哥 他肩宽肉厚看起来比较魁梧 帅哥进门后立马走到林青霞的身边 林青霞一看到帅哥来了立马情绪高涨 放声大笑 之后林青霞更是主动点起脚尖 用双手搂着帅哥的脖子主动亲吻对方的侧脸 男方则用手臂勾着他的腰部 看到这儿你一定好奇帅哥长啥样 聊了一会儿之后 这位白衣帅哥又主动牵起林青霞的手 带他前往贵宾厅继续挑选商品 感觉这位西服帅哥的身份像是店铺的工作人员 有网友称 土中的男士是某珠宝品牌的工作人员 也是林青霞的好朋友 有些网友对林青霞的行为 包容度颇高 表示只是亲了侧脸无所谓吧 认为这只是正常的礼仪行为 不过有网友认为 这样搂着头亲吻的姿势 不像是出于礼仪 像是恋爱了 还有网友认为 林青霞都分手了 即便是再恋爱也没什么吧 可问题是 林青霞从没承认过分手这件事 她如今是不是单身状态 还是个谜 这位67岁的女神被传分手后否认 又被传再婚 加上这次 她一年内和三个人被传了三次绯闻 感情绯闻丰富多彩 丝毫不输给当今小花大花们 之前林青霞还没拍到 夜会外国友人 搞没拍到 林青霞与一高大老外男性友人 一同出去看电影 而周围却不见林青霞的老公行李员 两人戴同款帽子现身 林青霞打电话时 和男子保持着距离 在放下电话之后 高大外籍男士就和林青霞有说有笑的聊起了天 前面还有两位女性友人 估计是林青霞的闺蜜 但是两位女士一直走在林青霞与外籍男士的前面 看着就像是两个配角 几个人看完电影出场后 林青霞还用车载着外籍男士一同离开 之后林青霞又自爆出一个大瓜 年轻时竟然将自己全裸照片送给男性好友张淑萍 在他发布了自己的新书《近前近后》 分享自己生活趣事 其中就写着 有年到香港拍戏 张淑萍到酒店找我 就将三张无聊时的自拍照拿给张淑萍看 张看完后露出惊慌眼神 急忙说要离开 三十年后的某一天 林青霞追问张淑萍当时为何要走 是不是怕她要勾引她 张淑萍坚持说忘记了 重要的是 这些照片从头到脚都是全裸的 看完这些后 不禁惊呼 原来女神年轻时如此开放 也感叹张淑萍真是好定力 也许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但张淑萍却抵挡住了 还有爆料称 林青霞还曾将泳衣罩派发街坊 近日有媒体曝光 女性林青霞的一组近照 许久不见的她 还是那么美艳动人 照片中林青霞身穿白色上衣 脸上化着淡妆 耳朵上戴着一对珍珠耳环 即使染了头发 但是仍看得清 她两鬓有些斑白 林青霞右手挽着一位老先生 两个人似乎关系匪浅 另一张照片中 林青霞换了一套衣服 与众人合影 不知道林青霞如此多的黑料 是不是行李员宁愿花20亿 也要离婚的原因呢 不过感情的事只有当事人清楚 有没有离婚 外人也不便忘加猜测 网友能做的就是记住 林青霞曾带给大家很多美好的回忆 而且祝愿她永远年轻幸福 也希望她能继续为大家演绎更多 更经典的角色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